各位卖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学习 进度桥和媒体对象 我们在做前端的时候经常遇到 一个 湮灭加载的这个过程 或者一个任务 执行的这个过程,我们就要用进度桥来表现 那Bullstrap呢帮我们定义了好了 这个进度桥的样式 好,那我们先看 进度桥基本的样式 好,我们打开HPU点 新建一个web项目 cx19 然后把cx18的这个 bootstrap的这个CSS这些东西复制过来 Ctrl-C Ctrl-V 好,打开Demo01 把这里边的东西都删掉 好,这留个container 我在container来做 DIV class 进度桥呢最基本的我们在上面给个progress 两个DIV,一个DIV表示它的容器 一个是它这个进度 DIV class progress-bar 那progress-bar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行动样式 wise 45%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这个进度桥就出现,注意看,它有一个背景 默认 默认 其实其实就是两个DIV 一个DIV是做背景,另外的DIV是另外一种颜色 来表示我们这个进度 那是基本样式使用比较简单,两个容器嵌到 最外层用progress的样式,内层用什么呢,progress-bar这个样式就可以 那么再看进度桥的多彩样式,那进度桥呢它有这个很多种风格 progress,在里边这个progress-bar progress-bar 所以它有danger 有info info 还有我们的success 其他呢不给了 大小我瞧一下,这个给上25 65 好,运行看效果 不同风格的这个 不同风格的这个 进度桥 好,那么再看 乔文状的进度桥 乔文状的进度桥,只需要我们在这个进度桥上加一个样式就OK 这加一个 progress 有progress-bar上也可以加stript,也可以在progress上加 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好运行看效果 好运行看效果 那这个呢是带桥文状的 那我再换一个 把它copy一下 最外层的这个progress-bar-stript这个桥文这个取掉了 那么在这儿 那么在这儿,这个地方加 progress-bar 它也可以 这个地方呢,我们给一个 warning 好运行看效果 这是带桥文状的这个 进度桥 那么再看进度桥的动画样式 我们想让它动起来 那么可以在这个上加一个 active 样式 就把它激活 对 这就像 在走一样 已经动起来了 好 至少我们 进度桥的这个 样式 大概有这么写 那么再看还有个堆叠的这个进度桥样式 一种我们可以把几个进度桥堆叠到一起 这个地方加个h1 堆叠 堆叠 好,重新做一个 div class pro pro progress 进度桥 这里边我们可以一个背景可以给多个进度桥的样子 给个div 这个帮助不太好使的时候就把它关掉 窗打开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给 class progressbar progressbar 比如说我们叫 danger 红色呢 让它占卖10% style wise 占10%吧 10% 再来一个 progressbar progressbar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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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e 20% gdiv 结束 结束 什么地方写错了吗 我们看看h1 h1 div progress 好,再复制一个 contr c 这呢叫warning 就是拿三个不同的这个progressbar进去组合一下 这个地方给30% 好,你先看一下效果 就看这儿红色 也是我一个progress 给了三个progressbar 三个progressbar 那第一个 第一个占了10%是danger红色的 所以第一个占了10% 第二个占了20% info蓝色的 所以第二个占20% 第三个呢占了30% 黄眼色warning 30% 这是精度桥这个堆点 那么精度桥呢就先讲到这儿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媒体对象 什么是媒体对象呢 媒体对象其实是一种图文哄牌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效果 那么点开中文档 在这个文档上我们找一下组件 这儿有一个媒体对象 那媒体对象就是 一般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一个视频或者一个图片 然后是还有一些文字要图文进行哄牌 最后我们用到媒体对象 那首先我们看媒体对象的默认样式 那媒体对象涉及到样式稍微比较多 设计到media,media left,media object,body,bottom等等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看一下 好我们新建一个html文件 叫demo02 然后把我们这个头复制过来 Ctrl C 媒体对象呢 首先我们给个DIV 这个DIV里边呢 给一个样式 class media 表示这是一个我这里边要做做这个图文哄牌 要做图文哄牌 好然后我们给一个 嗯 哎或者给个DIV吧 class 那么看一下这个官方的这个文档 这地方给个media left 我们也可以用pore left和pore right 但是在我们这个3.0上 我们建议最好用media left和media right 来进行左右的漂移 但是这个media right 最好放到media body的右边 这地方给个media left 里边给个A标签 A标签里边我们写image src 给个图片 在这个图片上 图片是我们的媒体 所以这给class 给他个media 啊 也一个class 所以在这个地方直接 弄错了 src media object 是个媒体对象 那这是一个 也就是这个DIV 这个容器里边 我们要进行图文哄牌 那首先定了一个media left 把它呢 左对齐 左对齐 然后呢 我们再定一个DIV plusmedia body 这是我们媒体的内容 那媒体内容里边 我们给媒体的这个标记 这里是标记 标记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样式 叫media handy 那么再给媒体的内容 内容呢 我们可以放到pbl圈里边去 这里写内容 好 内容呢 我多写一点 好 换一行吧 好 多写一点 Ctrl C Ctrl V 那你要用media right的时候 media right 应该放到media的 这儿写media right 在这儿再加一个DIV块 做media right 当然也可以加media bottom 那我就不加了 就加这么多 所以注意这么几个样式 media表示这个容器里边 我要进行图文哄牌 media left表示 这是左边的 相当于左飘移的一个图片 显示在我们最左边 那media object呢 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的媒体对象 就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呀 这些东西 播放器之类的东西 那media body 里边我们可以给标题 然后给内容 好 运行看一下效果 没有出现 没保存 保存一下 运行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图片 图片的文字进行左右什么的 这个漂移了 那这样我把这个放到右边来 把它Ctrl X 到我们底下来 这里放个write 你放在前面给write也不起作用 这样图片跑在右边了 还让环游回去啊 Ctrl X Ctrl V 这个图片有点大 我让图片小一点 css设定一下 style 因为我这儿就一张图 所以这儿给mh yc 100px hat100px 好 看一下效果 大概这个效果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对齐模式 还有一个对齐模式 那我们看一下放到 media 还有一个medal 看下 medal是什么效果 medal就是图片 巨中 还有bottom 巨底下 就是这个每起图片的对齐模式 那暂时让它又 就是巨中对齐 就垂直方向上的这个巨中对齐 这是media media right 那这个地方就不行 鞋也没用 鞋也在左边 L media 还得给个left media left media media 好运行一下 这样的效果 这是媒体对象最基本的一样式 那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媒体列表 比如说这是一个小文章 我们将来要做很多很多篇文章 那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下 Ctrl C 站上 这叫demo03 打开demo03 我们可以用列表 比如说 unl 那unl里边呢 我们给个classmedia list 表示这是一个媒体列表 每一个nri它是一个media的容器 那么这给个classmedia 那nri里边的用法和我们前面是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里边的这个复制一下 Ctrl-C Ctrl-V Ctrl-V 一个l i Ctrl-C Ctrl-V 那多个l可以填套 底下这个呢我就删掉了 好运行看下效果 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列表 列表这是一项 这是一项 那其实就是把l i当成了一个media的容器来用 好这个呢我们这个文档上也有类似的效果 这个media也可以添套 也这地方l i也可以往再往进套 再套一个media的容器都是可以的 media的列表 这是它的对齐模式 好这个媒体对象和精度材料呢就讲到这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学到现在基本上看着这个文档就知道怎么用 那对这些样式不太清楚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原代码这边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样式 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这相对比较简单 吃吧 你看